她們在床上表現真的很傑出 也因此會讓人覺得念念不忘 有人聽到這裡開始舔舌頭嗎? 想到天蝎男你會想到什麼呢? 霸氣總裁 魅力出眾 很神秘 心口不一 所以讓我們很confused 然後又無法從她的臉上得到答案 到底真相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來瞧一瞧吧 有求必應 甚至主動幫你 因為天蝎男是不喜歡惹麻煩的 會非常熱絡到很主動的地步 表示喜歡你的指數應該是蠻高的 這是一個指標 其實你說天蝎男很神秘 那是因為她不講心事 但是她的行為會透露心裡在想什麼 如果很在意你 她就會忍不住去觀察你的動態 所以如果你在旁邊 她就會身體稍微往這邊傾斜 或者是有時候 余光會想要瞄一下你 如果你夠敏感的話 你應該就能夠發現 她偷看你了 也許你們會常常不期而遇 其實天蝎很相信緣分 她也會去製造緣分 所以如果你總是覺得 怎麼這裡也遇到你 那裡也遇到你 搞不好是她刻意安排的唷 開始嫌棄你的缺點 喔 恭喜你 你要知道天蝎座不相干的人 他是懶得理的 或者是你的缺點干他什麼事 一定是他很希望你好 他才會告訴你 你的缺點是什麼 所以當他敢嫌棄你 那意味著他覺得你跟他的關係已經更進一步 進步到可以這麼沒大沒小 或者是開始勇於說出心裡的真心話 這也意味著距離更近囉 打中他神秘的點 跟你的外貌啦 跟你的身材啦 也許沒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呢 那個奇怪的點 也許來自於他曾經的挫折 或他曾經的向往 比如說他聽到了你 表達你對你的男朋友是多麼的好 他可能心裡就會產生一種 哎呦 這個女生好像很不錯唷 對你就多了一分關心 對你就多了一份注意 而這個點的開啟 就是你們緣分的開啟 在你們有一點互相喜歡的前提之下 請你投直球 因為天蝎座雖然知道你好像對他有意思 但是他也會開始猜 你對他有意思到什麼程度 到了有得失心的時候 他就不太確定了 所以如果這時候你能大大方方地說 我蠻喜歡你的 你的這個部分我很欣賞喔 有板有眼 有依據有證據 那麼這個天蝎男就會鼓起勇氣 覺得看起來你很欣賞我 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展開了 首先你要忍受天蝎的控制狂 好啦 很多人說天蝎的控制狂 是不是怕你出軌 我覺得倒也不是喔 而是天蝎座有很多自己生活中的 Mega 他們不在意的地方真的很隨便 譬如說衣服可能隨便丟 但是他們在意的點 譬如說洗衣服的方法 洗衣粉要怎麼放 如果他在意他就非常的在意 因此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要忍受他的教導跟說教跟他想對你的控制 而且只有他能控制你 不可以你控制他 他可能愛翻舊帳 當然愛翻舊帳有幾個前提 前提就是他在乎你 他沒有安全感 或他覺得你對別人比較好 這個時候他就要提醒你不可以這樣喔 而方式就是翻舊帳 你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說過哪一句話 然後你曾經對別人比較在乎對他不在乎 或你接了別人幾通電話才接他一通電話 像這種小小的事情 不要覺得他心胸狹窄 因為他都記在心裡 每一件都是他很受傷的 所以當他來翻這些舊帳的時候 就意味著他需要你大量的關注 跟大量的愛心 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說他就算覺得你太潔癖了 你還是要繼續潔癖 其實天蠍座骨子裡欣賞有個性的人 欣賞堅持自我的人 你越是這樣 他越是想控制你 越想改變你 改變不得 他就只好追著你的屁股後面跑 所以請你保有自我 這是得到他們的最好方式了 說到天蠍 大家就會想到 是 所以你就會說 天蠍男的床上功夫 一定最好的囉 我必須說天蠍男 因為他很在乎性 很在乎性不是因為他是色情狂 不是的 而是他覺得兩個人很相愛的時候 愛到深處就是想把你 完全的佔有 而性就是 完全佔有對方的一種方式和體現 而他也會很在意自己的性表現 他希望你也得到極大的滿足 在性方面 他們在乎對方 勝過於自己 是非常好的伴侶 講完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 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